手机视频中这位老人脸朝地卧在路边一动不动 一个背包的小伙子打算上前查看 围观人群中劝阻声不断 小伙子坚持上前将老人慢慢地翻转 用手扶着老人的头让他能够顺畅地呼吸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 小伙子还在老人包里找药找手机试图联系家人 约十分钟之后救护车赶来将老人抬走 小伙子也随着四散的人群离开了现场 拍摄这段视频的刘先生说 倒地了老人姓包70岁左右是上南八村的居民 当时忽然晕倒眼镜摔碎脸部有血 呼吸相当急促 围观的居民立即打了120 但是大家都不敢搀扶 不敢到老人啊 你老婆镜头你这么别的 此时这个小伙子站了出来 同时找人为自己证明清白 所以我一个小伙子在我看我在拍的话 他就过来说 他说你能你帮我把整个过程拍下